疫情之後第一次飛,很期待 還要去我最喜歡的國家之一,意大利 今次我又是Chiatti-Casio 它這個產區是在意大利中部位於Siena和Florens之間 由Florens開車只需要大約半小時多的車程 是意大利最享福盛名的五大DOCG級的葡萄酒莊之一 今次去了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酒莊 有很豪華的Villa,城堡,有習藝術和現代的 又有家庭式經營的小酒莊 而我的TOP5又有這幾個了 而第一位就是Pagiota Tasseli 它是一四二七年已經建好了 在這一區其中一個最大的酒莊 它也是最具歷史最豪華的Villa 而且還保存得非常好 一下車走入酒莊 這間就被一望無際的葡萄雪和橄欖雪吸引著 而酒莊兩邊有很高的柏樹 非常之有氣勢 司機還叫我們一定要在這裡打卡 我們的道上堯 Mathieu又熱情又年青 他帶著我們參觀他們的酒莊 由發開葡萄、釀酒和入瓶的地方 還有很多年歷史的地下酒莊 很深入地了解結合現代和傳統釀酒的過程 聽完他的講解之後 已經急不及待地去Tasting Room 試他們的酒和橄欖油了 連剛才剛剛新鮮入瓶的紅酒都試過 但酒真的要喝過陳年才比較好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Cianti Casio Grand Selexo DOCG 他由100%的Sandurisi讓造 並且已經陳年了10年 喝了很Smooth、很Full Body的一個紅酒 最精彩和最驚喜的就是 Wild tasting前他帶我們參觀了Villa 這裡以前叫做Queen of Chianti Villas 他是皇后都住過的 可以想像這個Villa有多豪華 一進入他們的大廳已經要挖一聲了 因為好像去了博物館一樣 這個漂亮是博物館級別的漂亮 大廳中間放了一張很大的雲石桌 他由Michael Angelo設計 而你是可以觸摸到這個感覺很夢幻 還有以四季為主題的房間 由天花板的話你可以猜到他們是什麼季節 而我就對他們地下的廚房最有興趣了 他集合了幾個不同時代的設計 最重要是他真的可以煮到東西 而第二位就是Castaro de Arma 他不單止是酒莊 而酒莊裡還有很多當代的藝術收藏品 由於莊主他們兩夫妻很熱愛和支持藝術 所以不時都會邀請不同藝術家 入住他們的酒莊創作 並且將他們的作品留在他們的地方 欣賞完這麼多藝術品之後 就去到他們兩年前起好的建築 做Wide Tasting Mart 由他們的建築設計 完全感受到這個莊主的品味 而且還認識到有高貴、優雅 而且有食的莊主 Larezza 今次到訪這個酒莊 給我一個很不一樣的Wide Tour的體驗和回憶 喜歡藝術的朋友一定要來 第3位是Casa Chianti Casio 他位於Radar in Chianti 一個集Cianti Casio教學、歷史和用餐的體驗本 到訪完 Glassipe給了兩杯Cianti Casio做Blind Tasting 叫我們拿著這兩杯酒上去二樓參觀員 再告訴他們這兩杯究竟是什麼酒 在area room 看到Cianti Casio 產區不同的土壤結構 而在color room 就聞到不同的味道 可以train up我們的嗅覺 分辨到不同的花香、果香、堅果和木的不同香味 之後我們再去taste room 最後還有一間olive room Cianti Casio 這個產區不單止盛產紅酒 他種出來的橄欖樹 做出來的橄欖油都相當出色 參觀完之後我們就去餐廳 試了三款不同風味的橄欖油 Glassipe 立刻考我們剛才兩杯是什麼酒 幸好我們都答對了 接著之後我們就吃東西了 對於一間在Cianti of體驗館裡的餐廳 其實都不抱任何期望 但是吃到我人生最有驚喜的一道菜 究竟是什麼呢? 記得看片尾的bonus check 第四位就是Castello del Marato 那天天氣不似預期 非常之大霧而且又下著雨 但是我們看到一望無際的雲海 就有另一種靈 雲海下面全部都是葡萄園 其實這裡是位於Gaioli in Chiati 中部的一個古堡酒莊 我們下車之後就參觀了他們的風乾葡萄的房間 他們還有很多種不同香草的香草園 之後就走入古堡裡參觀 這座古堡原本是一座修道園 之後改建為一個佛羅倫斯貴族的下宮 所以古堡仍然保留很多很美的畫和裝飾 而城堡裡還保留十八世紀的一個小劇院 古堡部份的樓層更加改裝成充滿古典味的房間 推薦來Honey Moon的Couple來住最少一晚 而且間前還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貴 參觀完他們的房間之後 我們就再進去他們古老的酒窖 之後再去他們的Wineshop做Tasting 感覺就好像走了一個時光隧道 這個Trip 影響了很多Wine Expert和Wine Maker 原前感受到他們意大利人對土地文化的熱愛 和對他們土地生產出來的葡萄酒 和其他農產品非常之感到自豪 而且對於歷史和釀造都非常熟悉 問什麼問題都可以一一解答 還有很Nice的司機 他帶了我們去原本行程舞的地方 雖然大家言語不通 但幸好有Google Translate幫到我們 最後就揭曉我是Cassan Chiaty Casio 吃了這碟好像很平凡的意粉 一放上桌已經給它的香味換醒了我 其實只是很簡單的材料 有蒜、蹄魚露和西蘭花 但這裏手造意粉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意粉之一 而其他菜式都很出色 而它的甜品 Lamsabase加Pink Sauce和煎酒都很特別 另外這裏也有CookingCast教製Pasta 我下一次來一定會預早 預約他們的Handmade Pasta CookingCast進修一下 總括來說 這次的旅程真是超超超豐富 完全out of我的 expectation 如果我的手機沒有iCloud 一定拍到爆滿記憶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想和大家分享 不過這次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大家記得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